9月21号 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 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我是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龙盛南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更加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不断巩固发展 生动 活泼 安定 环节的政治局面 据上海创未来 第四届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峰会 在上海开幕 陈吉宁出席开幕式 陈吉宁就加快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做检查调度部署 要求干部驻守现场 队伍拉到一线 加快排险除换互端板 普拉桑螺旋雨带袭击生成 全市浦将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降雨量破纪录 青浦局地出现龙卷风 世博文化公园南区开园 雨势减弱之后开放游览 游客登顶双紫山 打卡温室花园 国际马术中心首次开放参观 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 中方反对日方擅自排海的立场不变 中共中央全国政协20号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行事任务 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 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 主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 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 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 坚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这十条构成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是75年来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 是新时代新征程 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 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统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 着力健全协商民主机制 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 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统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广泛凝聚人心 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习近平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同览政协工作的总纲 习近平强调 人民政协要发挥人才会萃 智力密集的优势 发挥协商市监督优势 助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 习近平指出 人民政协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 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 着力化好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习近平强调 要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 多做知民情 解民忧 暖民心的工作 习近平指出 建设一支懂政协 会协商 善意证 守纪律 讲规矩 重品型的政协委员队伍 是人民政协高质量履职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强调 中共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囊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我市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第四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精神 相关意见的汇报 研究部署全市防训防台工作 审议通过关于优化投资促进机制 加强招商和服务一体化推进的实施方案 市委书记陈基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以去上海创未来为主题的 第四届海区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峰会 昨天上午再互开幕 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出席开幕式 并启动第五届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为第四届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选手颁发金奖 开幕式上 人社部与上海市共建高水平人才高地若干举措正式发布 双方将在国际人才服务保障 外国专家引财演知 国外优秀青年与留学回国人才来户发展 等十个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现场还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国人才便利化服务的若干措施 关于金融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 长三角人才服务联盟在现场揭牌成立 推动三省一市人才集团 共同打造高效的人才交流 培育服务和资源共享平台 开幕式上揭晓了第四届海剧英才大赛获奖名单 并举行颁奖活动 这届大赛共吸引全球参赛项目约1.2万个 产生金巨奖6个 银巨奖18个 铜巨奖36个 西智科技创始人沈亦晨 瑞士工程院院长贝努瓦杜比 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演讲 分享各自思考和建议 开幕式前 陈吉宁 龚正等同与会嘉宾一道 参观了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展 市委副书记朱忠明 教育部副部长陈杰 人设部副部长吴秀章 工信部党组成员谢远生 上海市领导赵家明 张伟 李正 刘多 复旦大学校长金丽 上海教大校长丁奎领 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 国家有关部委负责统治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才服务办 北京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等地人才部门负责统治 上海市有关部门 各区及有关单位负责统治 海内外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 17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企业 投资机构 科创平台代表等出席 记者施政报道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分别会见了 来户参加第36次上海市市长 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 英国宝城集团董事长范德纳 美国史代集团董事长杰弗里格林伯格 陈吉宁说 宝城集团 史代集团 是全球保险领域的标杆企业 欢迎顺应城市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趋势 围绕医疗健康 绿色低碳 城市更新 财富管理等领域 推出更多满足市民和企业 多层次 多元化需求的 高质量保险产品和专业服务 期待国际企业家 为上海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现代化建设 出谋划策 更好搭建中外经贸合作桥梁 范德纳表示 愿深化务实合作 积极参与上海金融开放创新 围绕医疗健康资产管理 绿色经济等领域创新产品服务 杰弗里格林伯格说 将聚焦城市重点关注领域 推进务实合作 创新产品服务 助力上海提升保险业发展能及 更好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市领导李正参加会见 记者施政报道 昨天 市委书记陈金宁 先后前往市防训指挥部 市委总值班室 就加快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做检查调度和部署 陈金宁要求干部驻守现场 队伍拉到一线 加快排险除换部短板 全力防范城市激烙 坚决防止刺生灾害 陈金宁中午在市防训指挥部 下午在市委总值班室 听取台风普拉桑 带来的语情风情走势 和对上海相关区域影响的分析研判 视频连线浦东 凤贤崇明宝山青浦 以及临港芯片区等重点区域 检查值班职守防御应对 及应急抢险工作 十分关心强降雨 对当地带来的激烙及交通影响情况 仔细询问相关小区 道路积水 抢牌进展 所在辖区接镇 居村干部和各支专业抢险队伍 在一线处置情况 陈金宁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连续奋战在防训防台一线的 全市广大干部职工 表示慰问和感谢 他指出台风虽已过境 影响仍在持续 时刻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加紧排查风险 消除隐患 全力防范城市激烙 坚决防止此生灾害 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对小区道路等积水情况 要全面掌握及时处置 干部要驻守在现场 队伍要拉到第一线 问题不解决 绝不收兵 要始终保持清醒 看到问题和不足 更好的从防训防台应对中 总结得失 固化经验做法 完善工作机制 健全指挥体系 加强科技赋能 切实提升全社会 总体防范能力 为全面推进 任性安全城市建设 提供坚持支撑 按照市委部署 有关市领导 以四部两职方式 深入一线检查 台风过境后 积水处置工作 分别赶到浦东新区 汇南镇厅潮南路 营熏路路口 金地城小区等地 实地查看道路小区内积水情况 现场指挥调度积水抢牌 道路通行等工作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提出明确要求 确保台风暴雨过后 积水及时处置到位 并慰问了现场工作人员 市领导李正 张小红 陈杰参加 记者施政报道 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 19号晚上在凤贤沿海二次登陆 登陆之后虽然强度减弱 但是普拉桑东北部强对流云团 给上海带来了狂风暴雨 其中浦东大部凤贤等地出现了大暴雨 凤贤四团镇出现特大暴雨 此次降水的过程中 浦东泥城镇棚镇水屋站 6小时降水量308.0毫米 凤贤四团阳家宅气象观测站 6小时降水量327.7毫米 是生成自1978年 有完整小时降水观测资料以来 最大的6小时降水量 昨天15点45分 青浦区G50沪于高速北侧 城南村路附近 发生了短时龙卷风 由于事发地周边较为空旷 无人员伤亡 房屋倒塌 相关的损失正在进一步的排查当中 此次龙卷是生成在 低空风切变较大的不稳定环境中 昨天白天地面风力变小 但500至1500米的空中风力较大 垂直高度上的风向风力变化较大 并且发生了扭转 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一般此类龙卷都比较弱 时间短暂 不害被发现 不过上海市气象局 近年来新部设的 相控阵天气雷达网 对龙卷的细微结构捕捕捉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受台风普拉桑残留云系的影响 昨天下午4点左右 上海青浦地区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 出现了雷暴大风和强降雨 在青浦区白鹤镇 一条10千幅的输电线 被落雷击中断裂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抵达现场时 抢修工作已全面展开 由于被雷击断裂的电线 位于大片农田中央 大型设备却无法到达 抢修人员只能用人力 在泥泞的田地中 搬运物资和工具 当被问及电线杆 被雷击中的情景 一些亲眼目睹的村民 都感到心有余悸 雷电下去一下子成了 一个大火球 就下去了就断掉了 冒烟了 跟着火来一样的 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 线路中断后 电网系统首先报警 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进行排查 并迅速找到了断点 我们是根据配网云 主站系统 故障定位功能 定位出大致的故障区段 然后根据结合无人机 精细化巡视 第一时间找到 雷击断线的位置 先把故障区段隔离出来 然后恢复故障区段以外的 用户供电 然后迅速组织抢救施工队伍 对断裂的导线进行调换 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作业 抢修人员成功更换了被雷击断裂的电线 并完成安全检查和调试工作 最终顺利恢复送点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报道 凤贤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狂风暴雨导致凤贤多地出现了明显的积水 再加上浦南运河水位之前已经处在了临界值 因此四团镇等地出现内涝 多阶镇全力应对 水渣全开 降低水位 凤贤四团是全市降雨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其中又以杨家宅村受影响最大 降雨量刷新了1978年以来 本地六小时降雨记录 即便在雨势减小后 由于东海和附近浦东运河都处于高潮位 积水的居民小区水位下降缓慢 加紧抽水帮助排水 通宵职守不断巡查 各项工作迅速展开 我们的这些民警呢 就是时刻 时时刻刻保持一个战斗的一个状态 一旦有警或者说接到老百姓群中的一个求助 马上就是出发 带着辅警力量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处置 雨停后 村干部和民警逐户回访淹水民居 多方努力下 下午杨家宅村积水问题已基本缓解 村积道路也已经看不到明显积水 有二十几户村民 因为临近河道 而且房屋地址也比较低 所以产生了那个场地 有二三四公分的积水 截止今天早上十点左右 小屋里面的积水基本上都已经处理完毕 为保障市民安全 浦东各防汛部门奔赴一线强线排涝 水务及消防共派出了200辆次排水车抢排积水 公安交通绿化市容 电力等部门也通力合作 浦东汇南镇暴雨如注 强降雨导致多个路段开始出现积水 路边停放车辆的底盘已经被没过 5点26分浦东新区防汛指挥部 启动中南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 整个惠南镇的雨势是非常的大 那我身后的这个人民新城小区呢 可以说是这个惠南镇里面积水最为严重的 通过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最深的这个水位啊 当时一定是达到一米多高 那现在在这个六台水泵的同时抽水之下呢 水位慢慢往下降了一下 冰箱是什么时候倒下来的 就大概在一点钟左右 第四太地吧 然后河水河里面的水位啊 它的水位比较高 倒灌了 倒灌了 早上已经有多少老人被安置出去了 现在消防那边大概 安置到对面的将近有三十个人 在惠南镇勤奋居委 因家中进水而被转移至安置点的居民 正陆续回家 经过应急人员奋力排水 他们家中的积水已经退去 睡了半夜 睡了起来 睡觉一下子 就看到房间积水了 赶紧就有人过来帮忙 叫赶紧出去 出去我们就在外面等 凌晨两点多钟 集合了志愿者啊 包括楼组长啊 全部就是过来 过来以后呢 积极的排水 因为这边呢 水沿比较严重 水深的地方呢 大概急腰了 然后呢 我们也积极的向这里面请求援助 一个是他们用电的安全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抚工作 持续降雨也导致浦东市级大道 浦电路沿线出现短时内涝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 我所在的位置是松林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门口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水的位置 我现在站在的是人性横道 水已经到我小腿的高度了 松林路浦电路口一辆移动泵车 正在紧急进行抢险排水 沿着浦电路向市级大道方向 可以看到现场施工人员 正拉开硬颈带 加速雨水排出 积水随后逐步退去 本次台风期间 市级大道区域累计降雨量超过180毫米 两小时最大降雨超70毫米 远超设计标准排水量 为保障通行 相关部门紧急吊牌泵车全力排水 同时协调养护单位轻捞雨水口 并在积水叫声路段安排工作人员 及时提醒来往市民注意通行安全 下午市级大道普电路段积水已全部退去 是派了有三辆移动泵车过来支援 在那个朱丁路那边 我们还有一个排河口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一辆泵车 正在那边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抽水 在整个系统的末端 在那个普电路普民那边 也放了一辆移动泵车在那边应急 截至中午12点 湖东共计26条段道路 发生15厘米以上积水情况 相关部门共出动近60台抽水设备展开抢险 要渡20座驱管水闸 参与应急排涝 排水量超2100万方 暴雨突袭 给深城各区道路带来不同程度的积水 领航区滬光路莲花南路路口 水最深处没过了小腿 停在路口的两辆私家车 因为进水无法启动 接到求助后 交警与消防陆正等部门协力救助 积水也在一小时后排除 而在徐汇区 云锦路附近约一公里的路段 因积水实施管控 现场民警介绍 早高峰中也有十余辆车在该路段抛锚 交警到场后通过人工推移 和牵引车脱离等方式 在一小时内迅速将所有抛锚车辆带离现场 现在有很多车辆是电车嘛 他们可能熄火之后就没法发动了 辅助的小轮子装在他们的车辆下方 我们再进行推移 先把道路排毒 把道路先弄干净 中午时分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处置 积水全部处置完毕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全市各夏立焦在强降水后 也采取了应急措施 金山区卫陵路夏立焦桥出现大量积水 最深处达一米左右 交警部门迅速赶赴现场 实施交通管制 禁止通行 然后飞动车的话 可以沿飞动车道缓慢通行 行人的话也是沿人行道缓慢步行 对面路口是拉起了警惕线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是放置了反光锥 水务部派出了32轮的移动泵车 消防部门也派出了22轮的 专用的排水泵车 来处置了527起的排水的警惕 那么我们的应急 我们的路证 我们的电力 四龙环卫等也是通力的合作 来确保了整个强险过程的顺利进行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南区 昨天正式开园 恰逢台风过境 公园管理方提前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并且在昨天早上临时暂停登山 确保市民游客的安全 大风大雨并没有浇灭人们对双子山的热情 早上八点刚过 预约了首批登山的市民 已经等在双子山脚下的南北人行通道里 最早的七点半就到了 考虑到台风影响 为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 原方预降了园内中心湖的水位 并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 暂时关闭登山通道 我们也把已经预约了 但是今天没有登山的游客的联系方式登记下来 那么下一次他改日再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预约上 那我们也会做一些特别的安排 随着雨势减小 登山通道再次开启 在温室花园里 首批游客根据游览指引 穿过长廊走进海市沙洲 逼真的场景还原 绚丽多彩的植物群落 让游客惊喜不已 作为亚洲最大的温室 上海温室花园占地2.2万平方米 共有三大主题场馆 汇集了全球各类新有罕见的植物 游客在其中探索洞穴 穿梭雨林 置身峡谷 领略三种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 作为世博文化公园南区的组成部分 国内首座符合国际顶级马书赛事标准的 专业性比赛场馆 上海九市国际马书中心 也首次向公众开放参观 马书中心的场馆总建筑面积 8.2万平方米 主体建筑高度15米 作为世博文化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设计源自公园整体起伏的远景特征 场馆主体设计曲艺 马术谷自然设计理念 整体形态朝向世博文化公园 大哥剧院徐惠宾江而打开 形成南高北低的空间效果 国庆期间 这里将举行首届上海国际马文化周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离珍珠党高级领导人 伊布拉辛·阿基勒身亡 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贷款 俄罗斯批评欧盟已失去独立心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 何立峰昨天在京会见了 来华出席中美经济工作组 第五次会议的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上博一行 何立峰表示 中美双方应落实好 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 和今年4月份通话重要共识 保持经济领域沟通交流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 妥处彼此关切 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上博转达了中美经贸美方牵头人 美财长耶伦的口信 表示美方愿与中方保持经济领域沟通 发展健康的中美经济关系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中日两国主管部门 近期就辅导低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海问题 持续进行了多轮磋商 并达成四点共识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他强调 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 日本水产品进口 毛宁表示 中方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 为日本的水产品 这一措施有归可循 是中国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实际体现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擅自启动排海 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文件 并不意味着中方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方将会继续以世贸组织和中国法律法规为遵循 以科学事实为准绳 以确保安全为前提 在有效参与相关监测活动 实施独立取样并确认结果后 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昨天表示 以色列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 59人受伤 其中8人伤势严重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战机20号袭击贝鲁特南郊 爆炸现场升起滚滚浓烟 救护车和消防车在军队部署下 迅速赶往目标地点展开救援 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以色列袭击的目标是一个人口稠密的住宅区 以色列不重视任何人道主义法律或道义考量 他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黎巴嫩真主党昨晚发表声明 确认其高级领导人伊布拉辛·阿基勒 在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中死亡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当地时间19号下午到20号凌晨 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城市 捷宁南部城镇卡巴提亚 开展了近10个小时的军事行动 目前已经导致7人死亡 11人受伤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下属武装派别 阿克萨烈士旅发表声明称 死者来自阿克萨烈士旅 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 此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乙军在卡巴提亚开展军事行动期间 曾将三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遗体 从一楼屋顶扔下 对此 以色列军方称 该行为不符合乙军价值观 将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据美联社报道 根据国际法 士兵应确保遗体得到妥善对待 包括敌方战斗人员的遗体 一些巴勒斯坦人权组织称 类似事件显示了以色列军队 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黎巴嫩接连发生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 据路透社报道 多名来自黎巴嫩安全和情报部门的 消息人士披露 黎巴嫩真主党曾经多次挫败 以色列试图在通讯及其他设备当中 做手脚的行动 但是没有查出17号发生爆炸的 大量传呼机中暗藏炸药 本月17号 黎巴嫩发生传呼机大范围爆炸事件前 真主党方面按照惯例 对这些购置国外的传呼机做了检查 但没有发现里面放置了炸药 一名消息人士称 这些暗藏的炸药 用任何设备或扫描器材都很难查出 不过没有说明真主党方面具体 使用了何种检查设备 传呼机爆炸事件发生后 真主党方面怀疑其他通信器材 也遭乙方动了手脚 随即下令进行全面检查 然而检查尚未完成 18号又发生对讲机爆炸事件 真主党方面认为 乙方预料对讲机暗藏的炸药 很快会在检查中暴露 因而决定引爆 两轮爆炸合计已经造成了30多人死亡 超过3000人受伤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对讲机电池中暗藏名为PETN的高爆炸药 传呼机中的炸药量最多3克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另据美国广播公司网站20号的最新报道 一名美国情报人员证实 以色列参与制造了爆炸的传呼机 这种供应链拦截行动 至少已经筹化了15年 消息人士称 传呼机中被植入了炸药和遥控引爆开关 筹备这样的袭击涉及多家空壳公司 有以色列情报人员和他们的资产 为生产传呼机的合法公司打掩护 其中一些人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为谁工作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表示 真主党最高领导层使用的是旧传呼机 而不是最近爆炸事件中的新传呼机 据称新传呼机是在过去6个月里运来的 黎巴嫩真主党已开始对爆炸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近期发生爆炸事件后 美国国防部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可能在黎巴嫩南部爆发地面战争的担忧加剧 不过美国官员强调 尚未看到任何以色列即将发动进攻的迹象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昨天在安理会紧急审议 离异局势时表示 中方对离异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深表担忧 呼吁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昨天表示 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的贷款 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欧盟将被冻结俄罗斯资产所获收益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意味着欧盟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性 冯德莱恩20号抵达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并就能源国防乌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冯德莱恩宣布 乌克兰需要欧盟持续支持 作为七国集团此前达成的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计划的一部分 欧盟将向乌提供350亿欧元贷款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日前称 被欧盟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第一笔收益14亿欧元 已于今年8月底汇出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对此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此举意味着欧盟已完全失去了独立性 今年6月 七国集团领导人 就以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收益作为抵押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达成公式 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方提供贷款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韩国检方昨天寻求法院判处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两年监禁 理由是他在上届总统竞选期间 发布了虚假信息 违反了选举法 如果法院宣判其罪名成立 并且采纳了这一量刑 李在明将无法参加下届总统选举 韩国检方当天指控李在明 为当选总统多次向公众撒谎 寻求法院判处他两年监禁 韩国媒体报道说 李在明被视为角逐 2027年韩国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自动失去国会议员席位 且五年之内不得参选公职 李在明一直坚决否认所受指控 指责尹熙岳政府试图清除政治对手 20日李在明再次指责检方捏造罪名 表示相信法院将做出公正裁决 包括本案在内 李在明因涉嫌违反选举法和贪腐等罪名 共牵涉七起案件 预计法院下月宣判 李在明于2022年3月参加韩国总统选举 以微弱差距败给国民力量党候选人以7月 同年9月 检方指控李在明在竞选期间发布虚假信息 谎称不认识牵涉预期地产腐败案的关键人物 因而违反公职选举法 他还被指就另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发布不实言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8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显示 米类价格同比上涨28.3% 创今49年来的最大涨幅 其中日本优质米品种月光米 8月份涨价25.6% 除了月光米之外的金米上涨29.9% 日本共同社报道 去年夏季日本酷暑天气导致米类作物产量减少 另外8月正值新米全面上市前的库存较少时期 加上防备地震台风等灾害的储备需求高涨 推高米价涨幅 整体而言 8月去除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8% 连续36个月同比上升 升幅连续4个月扩大 这一数字超过日本中央银行 2022年4月设立的2%这一通货膨胀目标 路透社认为 日本通胀率两年多来高于既定目标 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日本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日本央行20号决定 维持当前0.25%的政策利率不变 共同社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号宣布降息50个基点后 日本政府正密切关注日元汇率走势和日本经济前景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联合国粮农组织昨天表示 全球约有2.82亿人正在面临重度饥饿 这一数字还可能因拉尼那现象 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上升 粮农组织一名官员20号援引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说 本次拉尼那现象可能紧随2023至2024年的 埃尔尼诺现象后出现 埃尔尼诺现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是损害全球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拉尼那现象可能让受灾地区更加脆弱 这名官员表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互相叠加 可能逆转多年的发展进程 推高粮食价格 破坏粮食安全和家具营养不良 为此 粮农组织推出了拉尼那预先行动和应对计划 旨在帮助1050万风险人群 该计划需筹集3.18亿美元资金 以应对拉尼那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布拉桑螺旋雨带袭击深沉 浦东凤贤局地降雨量破纪录 各务门全力以赴排水出现 华东地区接连遭遇两个台风 咸塘江迎来近三年最大潮汛 欢迎大家在7点36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各位早 我是日子龙 各位早上好 我是欧盛门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 今年的第14号台风普拉桑 今天早晨6点钟位于黄海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9级 普拉桑昨晚从江苏入海之后有所加强 将逐渐靠近韩国西南部沿海 普拉桑19号晚上在凤贤沿海登陆 登陆之后虽然强度减弱了 但是普拉桑东北部强对流云团 给上海依旧带来了狂风暴雨 其中浦东大部凤贤等地出现了大暴雨 凤贤四团镇出现了特大暴雨 这次降水过程当中 浦东泥城镇彭镇水屋站6小时降雨量308.0毫米 凤贤四团阳家宅气象观测站6小时降水量327.7毫米 是深层自1987年有完整小时降水观测资料以来 最大的6小时降水量 普拉桑离开之后 上海恰好处在富热带高压西侧的南风急流当中 水汽供应条件充足 叠加凤贤和浦东南部地区的 向岸风抬升效应 雨强大雨时长 出现极端的暴雨过程 受特大暴雨影响 凤贤区凤城四团 头桥青村 海湾四镇一街道 将暴雨预警从橙色升级为红色 凤贤区防汛指挥部也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高到一级 对相关区域采取了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员停业等六停措施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上 由于从昨天半夜到现在一直持续的降雨 所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积水 我走在这个上面像走在小河里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已经差不多到我的脚踝处左右了 早上八点 记得在青村镇的明德外国语小学看到 学校已经采取停课措施 校园内大部分教室门窗紧闭 仅有一间教室开着灯 由留守的老师陪着三名已经到校的学生上网课 学校也是马上响应一个恶劣天气的一个紧急预案 通知到各位家长 那么课程教学中心安排今天的一个学生的是 线上学习和自主居家学习的一个学习内容 此外校方也组织了行政和后勤人员 在校园内巡逻检查 发现积水及时处理确保校园安全 台风普拉桑登陆之后 给上海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降雨影响 部分观测站雨量打破了历史记录 凤贤区的光明养老院地势较低又紧离金汇港 从19号晚间开始 凤贤地区持续暴雨 致使养老院周边水位上涨迅速 积水深度达到了40厘米 为了保证养老院内的百余名老人不受到降雨的影响 凤贤区江海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开展了呛排积水工作 截至到昨天晚上 养老院内的老人已经安然享用晚餐 恢复正常生活 普拉桑的对流云团过境 凤贤的昨天是有135个小区 63条道路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凤贤区镇村居各方联动 结合各路人员调配各类排水设备 全力参与到排水工作当中来 位于凤贤新城核心区的金海街道 多处路段存在不同程度的积水现象 6支防汛抢险应急队伍全部出动 近百名清障和排涝人员 在城区各个主要交通道路 进行路面排查和积水处理 受暴雨影响金会镇新华小区积水大 该镇出动民兵将积水抽入积水井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路面积水问题已经解决 与此同时南桥镇正环路 南港路至玉秀路出现大面积积水 影响到车辆通行 积水还漫进了该路段内的 一所小学和一家幼儿园内 凤贤区消防救援支队队员闻讯后 迅速赶到现场开展排水作业 30分钟后积水逐渐减少 交通状况渐去良好 四团镇头桥街道 海湾镇 凤城镇 青村镇 暴雨红色预警 意味着五个街镇的排水任务更加严峻 在凤城镇 洪庙地区的积水水位最深达到40厘米 凤贤区防汛指挥部 紧急请求上级部门援助 调配各类抽水设备 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生活 我们是在上午将近8点50分抵达现场 抵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那个周边全是积水大 然后水温最高处感觉 退身可以达到30到40公分 然后我们这次现在呢 是龙溪水积母是一个排水泵车 它每小时最高可排 将近3000地方的水 根据我们的预测的话 可能还需要再工作 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能够完成这个区域的厂牌任务 而在青村镇 小型排水泵也已经上线 为社区居民进行紧急排水工作 应急人员 小区物业人员 党员志愿者等 纷纷加入村区一线 全力支援排水工作 家住浦东新区周浦镇 安康北区的多位居民反映说 从昨天早上的5点开始 小区内就出现了积水问题 早上7点左右 积水已经伸至小腿肚 部分底楼居民的家中 也已经进水 记者赶赴现场后看到 属地积极组织人员 正在现场抢牌 记者驱车来到周浦镇 安康北区 从大门口往内望去 小区内已积水一片 最深处已超过50公分 不过现场四台大功率抽水泵 正开足马力 往小区外的市政管网中排水 我现在是在周浦镇的安康北区 那么现在这个小区当中的 水位情况 我们看到 血已经淹过了我的这个小腿 我现在这个 鱼鞋里面已经去 都已经进水了 那么今天早上 发生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我们的鸡尾 还有我们的市地 政府 还有我们的物业 都自己的在排查 这个小区呢 现在我们是用了两个 强力的汽油棒 在进行抽水 那么现在是看这个水位呢 就在慢慢的下去 如果不行的话呢 380度的那个水棒 马上到这里现场 现在已经水位 两台机器过来 已经明显水位下降 由于水势较大 积水仍从空隙处 灌入底楼居民家中 居委干部逐一上门 对居民家中情况进行排摸 并同步协助物业加紧排水 建的比较早 它是呢 钻和楼板这种房子 所以沙袋就 你把门口堵住了 墙壁那个 墙壁那边还是不是 马上要进水了 我们上门搞出面 马上要用那个了 哎呀那门快大啊 把门关好了之后 就不要出来 尽量今天不要出来 像这个小区的话 186户 我们一楼的有36户 我们查看了一遍 基本上每家每户 那么接下去的买菜啊 生活上 包括等雨停了之后 水下去之后看一下 你是不是需要我们帮忙 记者从属地周浦镇 镇政府了解到 安康北区的排水抵御标准 为一年一遇 此次暴雨已超过了 原始设计的排水能力 针对辖区内低洼 积水地带 目前属地正加大排水力量 尽快争取把积水抢排完成 我们整个镇呢 目前呢 有18支抢险队伍 这100人的抢险人员 30多台份 那么在现场进行一个抢险 那么相关的村居呢 有400多个人 在现场进行一个居民的 一个安抚跟那个 解释的一个相关的工作 那么预计呢 整个的一个抽水工作呢 在今天下午前呢 能够全部完成 记者离开小区前看到 浦东新区 供排水事务中心的支援队伍 也赶到小区加入抢排 记者解稿前 小区水位已明显下降 浦东新区唐镇 街道排涝景情 旅三村蒋家宅 10到12号楼区域积水严重 唐镇消防救援站 指站员赶赴现场 使用手台泵进行抽水 于天亮前解除道路景情 浦东新区 历城路33号五楼 两位高龄老人家中 漏水严重 周渡消防救援站 指站员到场先断电 协助修补漏水管道后排涝 消除安全隐患 浦东新区南炉公路888号 一酒店地下车库 积水严重 积水深度达到1米 浦东大团消防救援站 接到任务后 立即携带 手台泵等设备 前往现场进行 紧急抽水排涝工作 消防车两个龙头 加指站员 手动三个龙头 同时排水 数小时的奋战后 成功将积水排出 保障了酒店 及周边区域的安全 在永定南路166号四市 一位巴旬老人 被一米左右 深度的积水困在屋中 接近后 大团消防救援站的 救援人员 迅速抵达现场 开展研究 将被困在卧室里的 老人背出屋子 你们旁边有地方 可以安置这位老人吗 我们背他出去 我们只有在 去我地那边 远不远 就得 就得 好好你背 这个 背他给我 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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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再给我 要再给我 帮我 记上 目前老人已安置在安全区域 身体并无大碍 另外在上海浦东 祥安路 竹苑小区 昨天凌晨 有一位79岁的阿婆 被困在了地下室的电梯里 当时地下室的积水 已经是漫过了成人的肩膀 困在电梯里的老人 危在担心 消防和物业 紧急拾救 民警赶到现场时 地下室的积水 已经有一人多高 救援人员攀着地下室 天花板上的水管 才能靠近被困老人 既然民警 一手扶着老人 一手攀着消防设施 摸到了地下室出口 在大家的激励下 终于成功救出老人 原来凌晨4点多 老人听到雨很大 而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在地下车库充电 怕水慢进来引发事故 就进入地下车库 将充电线拔了 然后乘电梯上楼 结果被困在了电梯里 目前被困老人 已得到妥善处置 身体状况良好 随着台风 对东海海域影响减弱 昨天上午8点 东海正式结束伏计休渔 除8月1日 东海部分开渔 已解禁的9600多艘渔船 浙江、舟山、宁波、台州等地 4000多艘渔船 也正式解禁 允许出海捕捞 为了防范化解 伤渔船碰撞风险 海事部门 在保障重点民生物资 优先进港的前提下 组织伤渔船错峰出行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近明两天 浙江海域将有一次大风浪过程 海事部门提醒 船舶要密切跟踪气象信息 抗风能力差的船舶 要及时选择安全水域避风 好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024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于下周五开幕 今年的主题是设计无界心智生长 大会期间将举办心智生长主场展览 展览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 品牌数近500个 展品数量超3000件 新锐品牌占比约70% 着力以优质设计促时尚消费 今年下半年苏州已审批通过的 千人以上的演唱会等大型活动 有24场 预计参加人次超50万 为进一步释放演艺市场活力 提升文旅热度 苏州推出演出直通车等一系列特色服务 让歌迷充分感受苏式服务的温馨和贴心 无锡在全省率先开展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试点 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534家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备案 汇集参保群众近5万余人 涉及补助资金500万元 市区集体补助覆盖率达100% 江苏沿城将快递进村服务全覆盖 列入卫民办实事项目 聚焦汇民助农 加快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 不断提升基地效能 全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力争到今年底 全市建制村快递服务站覆盖率和主要快递品牌进村率达100% 实现镇镇有中心 村村有亡点 便民惠民基地服务全覆盖 全国内核首个360度船舶驾驶模拟器在浙江省内核船员技能考培基地通过验收 船员们首次利用该模拟器进行考试 相比原本的270度船舶驾驶模拟器 360度船舶驾驶模拟器不仅可以教考分离 也实现了软硬件双提升 杭州老旧电梯更新试点已旧换新加全托管服务 电梯运维企业不仅完成对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 后续售后以全托管方式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管理 这种模式目前已在省市区范围内推广 浙江开展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百日攻坚行动 自9月中旬开始到年底 全省开工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一万台以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 稍后为您带来 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加入可持续航空燃料完成商店飞行 香港国庆烟花会演将于10月1日晚上在维港夜空上演 首次加入无人机表演 东航国产大飞机C91919首次加入可持续航空燃料 执行商业航班任务 可持续航空燃料有可再生资源或废弃物为原料制成 和传统化石燃料相比 碳排量最高可减85% 而且与现有的航空器和民航基础设施良好兼容 东航参与可持续航空燃料应用试点的 除了北京大兴到上海洪桥航线 还有北京大兴至西安 成都双流至杭州等 共4条商业航线 涉及包括C919在内的多种机型 此外国航南航以及北京大兴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等也参与试点至今年年底 香港国庆烟花会演将于10月1号晚上9点 在维港夜空上演 烟花会演将呈现大熊猫等图案 并首次加入无人机表演 今年烟花会演主题为盛世烟花要中华 会演分为八目 先呈现红色五角星及紫色五片花 象征香港向祖国仰望 迈向更辉煌的百年成就 还会呈现笑脸和爱心 及绿色竹叶等图案 象征欢迎国宝大熊猫到来 烟花会演历时23分钟 由三艘短船及六艘浮船 一共将燃放31888枚烟花 而在烟花会演上演前 会有五分钟无人机表演 在维港上空拼出大熊猫 及75字样图案 烟花会演主办方中华进出口商会表示 会根据国庆节当天的天气情况 适时公布无人机及烟花会演 能否如常进行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月18潮壮观天下午 昨天是农历8月18 每年的这一天 前唐江大潮气势如虹 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欣赏 那这几天 华东地区接连遭遇到了两个台风 那么前唐江的水位和潮高 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记者 昨天下午从海宁大缺口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宁大缺口 受台风普拉桑的影响 此刻我们可以看到 江面市已经形成了 特别壮观的一字潮 距最新的这个监测的涌潮高度 也是已经超过了1米7 达到了一个将近2米的高度 几乎和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 甚至是已经超过了成年人的身高 可以看到此刻 江面上是一线潮不断地在沸腾 积蓄着巨大能量的潮水 正在向大缺口挺进 可以看到潮头也是不断地正在涌上海棠 您看沿线的海棠已经被潮头给没过了 潮水的轰鸣声是直抵人心 而且在现场观潮的市民和游客也在发出一阵阵的惊呼 潜塘关潮特别是在这样的台风天气 看潮水奔腾 我们还是要快揣着一份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浙江海宁沿关也是一个关潮的绝佳点位 现在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沿关看看奔腾的江潮 我是在浙江海宁沿关 画面当中在水天交汇处 已经出现了一字排开的潮头 因为台风普拉桑逐渐远离海宁市 影响趋于结束 海宁当地在今天早上的七点钟 结束了防台风应急响应 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八点钟呢 沿关景区也恢复了开放 目前整个景区的观潮公园是开源的状态 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两万九千多名的游客 现在画面当中呢还有两个主角 分别是新老水文塔 在画面下方的刷着蓝色油漆的建筑呢 它是老水文塔 而在它的上方更靠近今天潮头 呈现环状排列上升造型的是新水文塔 特别要说明一下 在这个新水文塔上呢 加装了感应的装置 去监测潮水的流速以及潮水过后 沿度的变化 那么根据今天潮水的预测呢 潮高预计会在1.7米到1.9米之间 特别要告诉大家 今年的天文大潮汛期间呢 由于受到台风影响 潮水抵达沿关的时间 跟我们之前预测的时间是相差了10到15分钟 那么由于风暴增水 潮涌的高度可能会有明显的增大 现在大家通过画面看到 在新水文塔的后方 就是今天8月18前唐大潮的潮头 好 经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 根据目测 今天的潮高大概是接近于2米 那么接下来呢 今天的潮水即将抵达的是老水文塔 在这儿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 今年前唐江大潮的速度非常的快 可以做一个比喻 普通人奔跑的速度可能只有每秒6到8米 而潮水的速度可能会达到每秒10米以上 现在潮水呢即将经过的是老水文塔 那么在经过完老水文塔之后 今天的前唐江大潮就正式进入到了 沿关景区的视野范围当中 潮水呢嗨打着榆林食堂 风声 潮声 声声入耳 潮水触发着大家的听觉视觉 甚至是嗅觉 甚至站在岸边能够闻到淡淡大海的味道 此刻呢 听一听万马奔腾的声音 另外受到台风普拉桑的影响 昨天的前唐潮已比往年更快的速度 进过大缺口和老岩舱的点位 抵达了舱前水文站附近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记者 昨天下午从前唐江冲潮船上发挥的报道 我们继续跟随冲潮船的视角来看今天的前唐潮 那么受台风的影响 今天抵达各点位的这个潮石 比以往都要快上10分钟左右 同时啊这个涌潮的高度也比平常要高10到20厘米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是 舱前水文站附近的这个水域 那么时不时会下起大雨 并且伴有偏南风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今天所乘坐的这个冲潮船 会比之前的马力更大 以保证我们始终能够和潮头保持安全的距离 那从这里望去啊 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江面上 此时已经泛起了一条白色的缎带 那是由潮头连接而成的一线潮 它正咆哮着奔騰逼近 那随着潮水的跟进 我们也可以看得越发清楚啊 潮水已经接近江东大桥 潮头啊开始在桥墩前堆积起来 形成了一道道的这个翻滚着的白浪 好此时一线潮已经以排山倒海的力量 冲向了桥墩 很快原本连续前进的这个潮头 被桥墩分成了多谷 每一股潮水都会绕过桥墩 继续前进 这种分割并不是永久的 随着潮水继续前进 被分割的潮头会在桥后的较远的位置 重新这个汇合 那这样的分开再聚合 使得我们能够相对清晰的看到一线潮 它形成的一个片段 可以看到这个一段完整的水墙 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条完整的这个一线潮它横更在江面之上 绵延有两公里左右 可以说是气势磅礴 江心瀑布横 说的就是这样的形态 你看它此时啊 就像是前塘江上挂着的一面瀑布 萧山美女坝观潮点是杭州市区 能够看到潮水姿态最多变的观潮点 在潮湿较大的时候 能够欣赏到一线潮 冲天潮和两次回头潮 俗称美女二回头 接下来呢 我们再一起看看昨天下午 美女坝的多重潮行 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浙江杭州萧山美女坝旁 今天早上十点多的时候呢 我们是抵达了现场 现场是人潮传动 涌入了特别多的游客 这个潮塘潮水正向美女坝的方向奔涌而来 自动向心一流而上的潮塘潮 即将撞上这个呈L型的美女坝 好潮水正游北向南 对长度为350米的美女坝进行包抄 潮水将在这儿被一分为二 一部分潮水是一股作气 像跨来运动员一样 越过了6米多高的美女坝 而另一部分被阻拦的潮水 正在积蓄着力量 我们能够看到正在行程 回头潮和冲天潮 能够看到今天的潮湿是比昨天大了很多 而此刻江面好似山崩地裂 涌起了千座雪峰 前浪和后浪相互交织 相互着搅合 不断在水域当中进行的翻腾 我们看到的是翻过美女坝的潮水 它会想继续向上游两公里处的四号盘头 继续进发 等待它的其实是另外一重考验 四号盘头是一个呈现U字形的大坝 就像是一只大碗扣在了南岸的海棠 我们可以看到 向四号盘头挺进的潮水速度是相当之快 据专家预算呢 这个速度可以达到每秒六至八米 相当于普通成年人全力骑自行车的一个速度 而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潮水在行进过程当中 是呈现一个向上倾斜的斜线状态 这其实和我们所处的地形密切相关 专家告诉我啊 这个美女坝和四号盘头所在的位置 刚好是一个向南凹进的港湾 靠近南岸海棠的水浅 因此涌朝行进的速度慢 外侧的水呢比较深 因此行进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形成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斜向潮头线 奔涌向四号盘头的潜塘潮水 和四号盘头搏击着撞击着 形成飞溅的浪花 一浪接着一浪 而此时此刻遭遇大坝阻拦之后 形成了美女二回头 她向美女坝的方向继续奔涌回来 翻成她的最后义务 受到农历八月天文大潮的影响 19号中午厦门海域的最高潮位 达到了703厘米 超过700厘米蓝色警戒潮位 当地沙坡尾 五元湾 木栈道 鸡美敖园等地势较低的沿海区 都出现了海水慢低的现象 19号中午12点40分 海水逐渐慢上厦门沙坡尾的低岸 随着水位越来越高 整条木栈道被渐渐淹没在海水中 不少人走入水中感受清凉 现场成了一片细水天堂 现场厦门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准备了一些防旋沙带 并在周边职守 除了沙坡尾 五元湾 木栈道 吉美敖园等沿海地势较低的区域 都出现了海水慢低的现象 记者从当地海洋预报部门了解到 19号中午1点 厦门最高潮位达到了703厘米 超过了700厘米蓝色警戒潮位 厦门台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第15号台风苏利 19号下午苏利在越南登陆 受其影响 海南多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 随着苏利强度减弱 中央机枪台已经对其停止变号 受台风苏利以及残余云性影响 海南岛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 部分树木倒幅 导致居民的车辆被压 以及道路受阻 在三亚 一棵树被强风吹倒 砸到停在路面上的一辆小汽车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救援人员根据现场情况 利用消防车掉臂和牵引绳 成功将树木清理到公路旁 另一路段 一棵约15米高的树木 倒压在路边高压线上 树枝砸到路边的两辆轿车 在移走车辆 断掉区域电网后 救援人员对树木进行切割 将其转移到其他区域 消除了安全隐患 目前又有新的台风已经生成 第16号台风西马轮已不远了 西象专家表示 9月下旬 西北太平洋还可能生成一个台风 将对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造成影响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从19号开始 甘肃临下等地出现了降雨天气 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 在临下基石山线 降雨引发了山洪 导致道路桥梁受损 9月19号 在基石山线中嘴岭乡以西太子山沿县 降雨引发洪水 导致该乡 马家嘴河区域桥梁 道路河堤等冲毁或受损 此外 村级文化广场产业基础设施 农作物和农户房屋 不同程度受损 洪水过后 基石山线应急交通 水利电力等部门 与村镇干部一起开展群众转移 清淤书郡 道路桥梁抢修保障等工作 这里是中嘴岭乡 马家嘴村的一段河岛 截止到二十凌晨 这个河岛里面的水位是 大幅的回落 但是流速非常的快 白天的这个山洪是 对两边的路径呢 造成了一段损坏 所以呢 湘岛干部也是 连夜展开排查 而且在周边的一些危险路段 拉起警戒线 防止村民进入 我们第一时间 通知原县的群众 该转移的转移 继续做好这个 一些检测工作 然后河岛里面的险青 这本已经排除了 明天开始我们就组织 制定这个维修方案 尽快开展下一步的维修工作 当地已转移群众82户 共计400人 洪水未造成人员伤亡 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06分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出事和报名时间安排 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8号 出事时间为12月21号至22号 考试时长为6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3号举行 北京优化房地产政策 事实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交易规则 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 完善租购并聚的住房制度 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8届全国电视文艺新光奖颁奖典礼 将与本周六在厦门举行 届时将揭晓本年度电视剧领域和电视文艺领域的重大奖项 此外颁奖典礼还将有众多明星出席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中日双方就辅导低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 中方表示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 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 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微观数据显示 截至5月 毕业三年后仍未就业的大业青年达到23.8万人 为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其中选择在家休息的为8.2万人 占34.2% 与疫情前相比 在家休息的青年人不仅人数更多 考虑到韩国青年人口的下降趋势 这一增长带来的影响也将更大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对古巴的封锁延长一年 到2025年9月14号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 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 2015年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但美国并被全面解除对股封锁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美国再次收紧对股政策 2019年以来 美国不断升级对股制裁措施 好 8点08分 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 上海今天阴导多云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明天阴导多云 局部地区有短视阵雨 天西风4到5级 今天上午转 天北风4到5级 阵风6级 沿江沿海地区5级 阵风6到7级 明天起5级阵风6到7级 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 明天最低温度23度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会